待會的會談 直接公開開大門走大陸 沒有任何密室協商的空間 這是國民黨堅持的基調 也向所有的我們現場的媒體來表一個明言 林濤 不好意思 謝謝 林濤 召喚勿照 林濤 那個請夥伴把林濤在旁邊休息好嗎 他今天可能其實比較激動一點 好 我再度說明一次 好 這位學生請冷靜一點 我來處理 讓大家久等了 已經等了20分鐘 我們接下來整點都會跟大家提醒 我們在這邊各位媒體好朋友等待的時間 那我們堅持非常簡單 當早上可主席傳訊息給侯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講了是公開會面 所以我們整體今天藍白的協商會議 一定是公開公正透明 而且全程對外 所以基本上沒有任何密室協商的空間 這是今天早上 柯文哲主席傳訊息給侯市長 重要的一個基調 就是要公開透明 公開會面 以上跟大家報告 目前我們等了20分鐘 好 謝謝國民黨參與的林濤 那請林濤可不可以進座休息一下 對 那個現場的夥伴 慢慢把麥克風收起來好嗎 我覺得今天是郭董委託科主席 科辦地的場地 既然是公開的會談 公開的資材 就是大家能夠好好的一起討論 而不是今天場地 是我們在軍業飯店的 大家去公開的參與 既然約一辦這個公開的會談 就要公開的參與 沒有所謂誰能夠發言 誰不能發言 如果現場所有的媒體在現場 都是因為郭董事長 能夠指定誰發言 誰不發言 這不符合過去我們任於 整個公共會談 公共利益的一個原則 所以基本上呢 任何的一個我們的代表 參與者要做發言 應該要予以之重 謝謝 林濤最近政論節目上的不夠多喔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合 今天不是政論節目的鬥嘴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請黃士忠發言人 能夠尊重所有與會參與者的權利 謝謝 好的 謝謝林濤先生 請尊重會場的秩序 今天在台上的馬前總統 侯市長跟朱古錫 因為您的發言覺得相當的尷尬 所以請林濤還是先休息一下 今天在25樓的會談 我們有攝影的設備 我們會配合侯市長的要求 全程的透明公開 所以這並不是問題 這樣有解答到林先生的疑惑嗎